美股波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的风向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病毒 通胀 美联储政策风险 接连冲击着股市 别看标普500 距离高点仅下跌了不到5% 但市场上已经有接近500只股票 距离高点下跌了25% 而这其中有很多 都是咱们散户非常喜欢的一些成长股 覆潮之下也有玩卵 我和谨 最近一段时间 咱们各位看官的账户表现可能都不太好 套牢的情况应该并不少见 美头军自己也不例外 所以这一期视频 美头军就打算跟各位看官聊聊 套牢这件事 一直以来 我总会说到这样的留言 说他傻傻股票跌了50% 被深套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套 首先 我必须给带着这种心理 点开视频的看官说事抱歉 这世界上 压根就没有什么划饰操作 能够让你不亏钱 也没有什么武功秘笈 能够帮助你彻底解套 想要给股票解套 有且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等股价它自己涨回来 我做这期视频的目的 也不是想要讲该如何解套 而是想要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的 投资理念和心得 以及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 在下跌时减小亏损的操作 这些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股票下跌或者说股票被套牢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出现了下跌也不是时间末日 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套正确的投资理念 和操作方法 这样我们在股票下跌时 才不至于抓虾 至少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将股票被套牢时的操作 分成三个步骤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 第一步决定是留还是卖 很多投资者在手里的股票下跌时 都不舍得卖出股票 总想找出一些操操作 来解决亏损的问题 实际上在股票下跌时 你最先应该考虑的应该是 要不要卖了股票减小亏损 我其实也清楚 卖股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卖已经亏损了的股票 我们总会想 万一卖了股价它反弹怎么办 卖了不就相当于认输了吗 我已经亏了这么多了 也不怕再亏了等等等等 这些想法都是人之常情 但这却是一个阻碍我们赚钱的最大敌人 在行为金融学中 我们把这种阻碍我们投资的心理称为 Loss Aversion 损失区币偏差 Loss Aversion指的是 当我们面临同样的收益和亏损时 面对亏损所承受的痛苦感 往往比赚钱时所获得的喜悦感要强 作为投资者的表现就是 赚钱的股票拿不住 而亏钱的股票又不舍得卖 最后发现 好股票没留下几只 留下来的满手都是亏损严重的烂股票 这种行为金融学的偏差 是在投资中最常见 也是影响最恶劣的一类情感偏差 我们投资者必须有意识的对抗这种思维 解决Loss Aversion情感偏差的方法 刚好也是判断股票 是留还是卖的方法 那就是你必须有一套 自己的卖股票的原则 根据原则来执行留还是卖的操作 你就不那么容易受自己情感的影响 做出错误的决定了 即便你真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也能够更好地帮助你 完善自己的原则 让你下一次操作中少出问题 但根据情感来买卖股票 你可就只剩下瞎胡闹了 下一次也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 关于在大跌中卖股票的原则 我在之前的一期主频道视频 《为什么你股票总卖非》中 详细介绍了一套我的卖股票方法 在那期视频中 我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会选择卖股票 不同股票的不同卖出时机 以及一起卖股票的方法和技巧 每一点我都配上了 我自己真实的交易案例 感兴趣的看官欢迎回看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当我们做完第一步 判断股票是留还是卖后 如果真的是卖了 那就不存在套牢不套牢了 如果依然选择是留 那我们就会选择做第二步思考 要不要加仓 股票下跌 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痛苦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可能意味着机会 但我发现 咱们很多投资者 会非常盲目的越跌越加仓 有些人加仓的原因 是为了探低成本 还有些人加仓单纯就是为了 拨第二天的反弹 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可取的 最终结果要是亏钱了 其实还好办 怕的就是你这么一通骚骚做 最终还赚钱了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的市场中 Buy the dip策略很容易奏效 很多人会误以为 下跌时无脑买入就可以了 然而这么做 最终的结果往往会造成 无法挽回的巨额损失 实际上越跌越加仓 确实不是为一种好的投资策略 只不过是很多投资者使用的方法不对 下跌时加仓 最该考虑的不是成本 也不是股价会不会反弹 而是风险是否可以承受 咱们很多投资者 只会从股价一个维度来思考问题 而经常忽略了风险的存在 举个例子 不少看官可能了解 这周五 DocuSign这只股票 单日跌幅就达到了42% 面对这样的跌幅 你们认为 持有DocuSign的人 应不应该加仓呢 如果你单从股价的角度来看 股价打了六折 买来至少能摊平20%的成本 而且股价跌了这么多 是不是反弹的几率就增加了呢 带着这种想法的人 就很可能会选择加仓DocuSign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更关注这只股票的风险 我是否能够承受 一只股票一天能跌个42% 就意味着它的风险增加的 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了 而是显著的增加了 而这个风险就体现在了波动率上 我现在买入 它明天确实可能反弹个10% 但也很有可能再跌个15% 我能不能承受 我个人是不愿承受这样的波动的 那么如果我当时持有DocuSign这只股票 我不仅不会加仓 还会选择卖出股票 截至我截稿时 DocuSign第二天的股价结果还没出来 我相信当股价结果出来后 也会有人拿着股价的上涨或下跌 来说我说的对或者说的错 其实我想传达的投资思维就是 股价的结果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投资的对错 不是你买了涨了就是对 买了跌了就是错 当我们加入风险这个维度 把股票波动率考虑进来后 许多决定就会变得更加立体 你的心态也能更加健康 比如如果我卖了股票 股价第二天大涨了 我自己就不会纠结 因为另一个世界中 它股价大跌的情况 是我所不能够接受的 那它大涨的钱也不该由我来赚 长期下来只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 能够让你的投资更加安稳 相反像亚马逊这样的股票 在最近的这波大跌中 股价也下跌了近10% 你说它风险增加了吗 肯定也增加了 因为现在整体市场的风险都增加了 但是亚马逊所面临的风险 在我看来是我所能够承受的 它继续下跌个10% 我也能够接受 而且它的上涨潜力 在我看来是很强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选择加仓 事实上 周五我也确实加仓了亚马逊的股票 所以你看 当你把风险考虑进投资唯独后 做投资决定就变得没有那么困难了 做完了第二步思考 要不要加仓后 第三步就是需要寻找一些可能的手段 在下跌的过程中减小亏损了 想要在下跌的过程中不亏钱是不可能的 能够减小一部分亏损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减小正骨亏损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期权 而在期权中 非常适合在下跌时使用 又比较适合期权新手的一个策略 是通过麦靠和正骨组成covered call策略 来弥补下跌的损失 我在之前的一期期权策略教学视频 以及一期如何利用麦当劳年赚40%的视频中 都详细介绍过covered call的原理和具体用法 还不了解的看官建议会看之前的那两期视频 这里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covered call在股票下跌时的投资逻辑 covered call策略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持有一百股的正股 另一部分是卖出一个正股的call option 一百股正股是前提 如果没有一百股正股 则不建议做这个操作 尤其是对于期权新手来说 另外麦靠在这个情境下 也并非是看跌股票 它本质上是牺牲了股票 一部分的上涨潜力 来换取当下就能获取的期权费 只要期权再到期前 股价没有涨超行权价 我就能够赚上这笔期权费 在套牢的过程中弥补一些损失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 我最近做的一个square的covered call案例 先给不了解square股价表现的看官 说一下背景 在最近这波下跌之前 square的股价就已经从高点290美元 下跌到了210美元附近 我对这家公司还是十分看好的 我之前也出过视频 介绍过square这家公司 同样的 在这波下跌中 我也是做了上面介绍的两步走 首先 我决定留下square这只股票 后来 在股价跌到210美元时 我又决定加仓了square的股票 不料 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糟糕 接下来的这周 市场接连遭遇了变种病毒 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 square的股价继续下跌 当时我的判断是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 对于市场来说 是一大结构性的风险 并不会像之前的几次风险那样 很快被市场消化 所以 我认为市场情绪在短期内 很难有所平复 甚至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square的股价自然也不能幸免 关于这个我对市场的判断 我在我的discord会员群 和免费的新闻频道中 都及时和大家做过分享 虽然股价出现了大幅下跌 我也不认为square的股价 能够很快回归 但我投资square的逻辑 其实并没有改变 我也不打算买出square的股票 而这时 正是做covered call的好时机 于是 我在square股价190美元时 卖出了一张行权价210美元 50天后到期的call 获得了600美元的期权费 我选择210美元的行权价 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 股价在短期内 回不到210美元的价位了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我当初夹仓的买入价 就是210美元 这样操作的逻辑是 如果股价在未来50天内 出现了下跌 横盘 甚至是小涨 只要没有涨超210美元 我至少能够获得这600美元的期权费 来弥补一部分的下跌损失 但如果我判断错误 股价真的涨超了210美元 那最糟糕的情况 也不过是让call自动行权 我以210美元的价格 再卖出square的股票 这就相当于是 按照我当初买股票的成本价 再卖出 也算是成功减套了 例外里 我还能多赚一笔600美元的期权费 也算不错了 当然 如果股价上涨 我也可以选择提前close掉这个call option 股价都涨了 也就没必要用期权费来弥补损失了 所以你看 如果股价对我不利 我这麦call所获得的期权费 就能为我带来一部分的下跌弥补 如果股价对我有利 那我也挺开心 正股能够解套 期权不赚钱 或是小亏 其实也无所谓 做covered call策略 几乎不会增加任何的风险 策略本身也不会让你亏钱 你最多就是牺牲一部分的上涨潜力 少赚一点罢了 所以说 它是非常适合新手上手期权的一种策略 不过这个策略 最怕的就是大涨大跌 如果股价大涨 瞬间涨超了行权价 那期权亏损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虽然总体来看 不会让你亏钱 但少赚了太多 也是一件难受的事 而如果股价大跌 期权费能够提供的弥补 也就杯水车薪了 效果并不是最优的 其实 covered call的后续处理方法还有很多 能够很大程度上 弥补上面这些问题 不过 这需要一定的期权基础和交易经验 才能够正确掌握的 为了不引几个位看官更多的困惑 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对于期权新手来说 我们并不需要追求弥补最多的损失 也不需要赚最优的钱 我们只需要知道 covered call策略 不会在持有正股之上增加更多的风险 也不会让你亏钱就可以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完全可以安心的做一些covered call策略 少赚一点期权费也没关系 能弥补多少是多少 聊胜于无吗 但话又说回来 covered call也仅仅只能弥补一部分的损失 真正想要解套 还是必须要等待股价自己涨回来 在花里护梢的期权操作 也没办法保证你不亏钱 也不能帮助你彻底解套 如果有 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期权策略 在不知道股价结果的情况下 那些操作都不能算作是好的投资操作 以上这些就是美特军自己 在投资中摸索出来的一套 被套牢式的处理方法 很多内容比较主观 我自己反正用的挺舒服 但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那请别利息你的点赞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咱们共同进步 最近市场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先是供应链短缺 后又有劳动力市场的波动 通胀也持续居高不下 经济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最近市场的波动 背后深层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些宏观因素的不佳所导致的 在判断宏观趋势和市场情绪时 有一类指标能够起到非常直观的作用 这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 我在最新的一期会员视频中 详细介绍了大宗商品价格背后的逻辑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如果你喜欢美头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